大家好 我是莉莉 先买两条草鱼 跟我妈弄一个简单的家常鱼鱼 就是把这个草鱼切成小鱼鱼 大两个我们自己加小鸡小的蛋 宝宝盐 鸡尖 花椒 再来点红烧粉 搅拌均匀 一定要让鱼鱼锅满到红烧粉 这样子炸出来的草鱼又酥又泡 吃鱼鱼我也是喜欢用草鱼做 我觉得更好吃 锅里留地油加一勺猪油更香 再也不用准备泡浆泡浆了 现在直接用这个专门的太阳鱼做料 这种家常鱼做出的就是第一道道的太阳鱼 它是一样成在 所有的泡浆泡浆都给你煮到里面拿来 一包里要冷炒三斤多鱼 哇 你看分量好多 我只有四斤多我用一包都合适 炒香 消火 要放水 水开好下入鱼块 加后把鱼鱼焖煮10分钟时去入味 起锅撒上小米辣 大葱结 青菜结 搅拌均匀马上出锅 马上吃鱼鱼哦 你吃 嗯 我喜欢吃鱼鱼 哇 白铺满好下饭的鱼 有肥有后的鱼咱得了花椒 嗯 简单好吃的家常鱼鱼 你学会啊没有 一条鱼鱼够你一家人吃啊 非常的简单方便 下方有了同款太阳鱼调料 你也可以买几包试试哈 嗯 真的很好吃 你知道吗 看火草